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大众们不要吃肉 您这次讲的也是这个话 为什么 因为吃肉是杀僧 这个杀僧的时候 这些畜生他不是甘心情愿送给你吃 那么换句话说 你杀他吃他的肉 他有怨恨 这个怨恨就是你的灾难 为什么 如道佛都讲 你吃他半斤 你将他还他八粮 佛经里面说 人死为养 养死为人 现在这个道理 外国人相信 外国人说 从催眠里面知道 人有来世 有过去世 有未来世 人会转变成畜生 畜生又会转变成人 这样子互相的残杀 生生世世 渊渊相报 没完没了 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为什么会断掉 我们速食 速食比肉食健康 我吃了57年了 我从26岁 学佛大概是半年 我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我看到报应 这个报应是什么 我的父亲 我父亲在抗战期间 抗战期间生活非常艰苦 但是我们家里天天都在野位置 有肉吃 打猎 出去打猎 早晨起来 起来很早 带着枪出去打猎 我们小的时候 跟着父亲一起 所以我从小的时候 枪法就练得很好 听听打吗 我父亲死的时候 跟地藏经是讲的完全一样 那时候不说服 他是疯狂 病得很重 疯狂 人很自无 力气很大 看到谁就往水里转 看到山就往山上跑 几个人控制不了他 地藏经常讲的一点都没错 所以我一想到这一桩事情 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样子 我完全相信他 从此以后不杀神 我就改成素食 很快就改成素食 而且他说 我这个一点点小钱 在放生上用的最多 只要有人提倡放生 我一定会参加 为什么呢 忏悔 所以我的时候 短命报的时候 我自己相信 我打三年猎了 跟着父亲一起 但是你老过年就83岁了 对 这个命改了 对对 改了 是啊 这个改的时候 好像我在 大概在50岁左右的时候 我遇到 也是张家大使的学生 甘筑霍福 清海人 他大我十几岁 将近20岁的样子 有一天碰到碰到在一起 他就告诉我 他进攻法师 我们在背后常常谈你啊 我说谈什么 谈你这个人啊 聪明 可惜呢 没有佛报 有短命 我这个没问题 当面讲 我完全承认 我不会一见怪 他说你这些年来 这个奖金 弘法 功德很大了 你的命转变了 不但 你有大福报啊 你有很长的寿命 第二年 甘筑就过世了 这个善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 这你转变了 张家大使跟我说 不为自己 只为众生 你活在这个世界 两个目的 为苦难众生 为正法救助 他告诉我 你只要确定这个方向目标 你的一生 佛菩萨照顾你 我听得很开心 佛菩萨照顾 那我就什么都不愁了 什么也就不想了 佛菩萨照顾嘛 好像您一生到现在 现在没有生过病 对 太让人羡慕了 这个不生病是 对 是 这有个道理 你的心清静 你没有贪嗔痴 里面没有贪嗔痴 就是没有散毒 外面虽然有细菌的时候 你不容易感染 而且慈悲 慈悲是能够化解脱的 这不要用药物 慈悲心解脱 你真干啊 其实这是好东西太多了 你不要嘛 你就相信人家的一些考不住的 那你就错了 所以中国语句话说 很值得人万位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在过去 我们确实听到过那个议员 就是巴西议员家讲的 9月13号 会有一个大的海啸 没有发生 非常巧合 也是在那个时候 那一天 美国发生了 经济海啸 金融海啸 这个报纸上 我们都看到 这个大标题出来了 叫海啸杀人 有人就提这个问题 这是巧合吗 在佛法里 甚至于 在美国预言家的口里头 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 美国有个开戏 很多人知道这个 他是在二次大战时候过世 所以距离我们不算太远 那么这个预言家的时候 对全世界都有影响力 那我们仔细去观察 他不是他自己能力 他是一个灵媒 附身 帮助他 这个灵媒跟他有缘 而且是非常善的灵媒 那他知道很多东西 你说这个有人要赌博 问他彩票 他就不说 所以他不帮助人造物 但他帮助人治病 帮助人解决问题 那么他曾经说过 这个世界 任何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的遭遇 没有一桩事情 是没有前因的 偶然发生的是不可能的 这个说法跟东方的这些圣人佛福的说法完全相同 这就是我们中国英语所说的 一生皆是命 半点不有人 所以一生遭遇 是一生自己 这个业力 先前 但是这个业力可以改 那最明显的 众所周知的 袁华 袁了凡先生 你看他遇到云古禅寺 云古禅寺教导他一套 改造命运的方法 他一交风险 真的开了 收入增加了 明显的增加了 没有公民 没有公民就是 没有这个 现在讲的是学位 他的命直到秀才 没有举人的命 没有静思的命 这是现在都讲的学位了 命里头没有 命里头没有儿子 而且寿命只有53岁 这个官只坐到一个小小的现场 四川一个很小的小县份 那么他从接受云古禅寺之后 真的认真的断卧修宣 那一天反省 自己有些过失 一条一条记下来 天天改过 天天自信 不失 急功累得 他去求 公民真求到了 他考中了巨人 考中了静思 没有儿子 他求儿子 生了一个好儿子 到现在 这是传宗接代 他家里还挺兴旺的 他的后人跟我有联系 对 住在浙江 靠近杭州 他的老家里边 坟墓都还在 那么这个有了儿子 而且官做到是宝敌之先 这个位置就高了 宝敌是直接归皇帝 就等于现在讲直下室 这个市场 受过命 他本来是53岁 他活到74岁走 延寿20年 这都是修的 所以他把他自己一生的经历 写成四篇文章 给他的儿子 做参考 命运是可以改造的 福是自己可以求得到的 所以福是门中 有求必赢 这张家大使告诉我的 他说有的时候你求 求不赢 那什么原因呢 那是你有业障 障碍如露 如果你把业障消除 感应就陷进 那业障怎么消除呢 老师告诉我 忏悔 怎么忏悔的话呢 后不再造 那叫真忏悔 你知道做错了 不再做重复的这个措施 叫真忏悔 就是儒家讲的不而过 业障是标准 父子最赞叹的 业障不而过 那么说到 刚才我们向您请教的 金融危机的问题 同样真的是在9月13号 真的发生了一个大灾难 在美国爆发席卷全世界 大的海啸 他有人就问 9月13号真的有这个灾难 这是巧合吗 巧合 你说用开始的话说 没有巧合 用佛法讲也没有巧合 也没有巧合 业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要爆发 这个爆发是刚刚开始 不是结束 打个比方 就像划火柴一样 对 温度到了之后就会燃烧 对就会燃烧 这是科学的原理 对没错 像您刚才所讲的 那个结束到了之后 对 必然会爆发 不错 这也是科学 对对 就是因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对 就质变 对 所以化解之道 是要从人心 不从人心 是没有办法真正化解问题 为什么呢 尽随心传 这个现象 是你的不善的心形 变现出来的 你能够把不善的心形 放下 认真努力去 断卧修善 问题才能够化解 在32年前 1976年的7月28号 3点43分 在唐山 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一夜之间 有24万生灵遇难 那么我呢 也是那次大灾难当中的 幸存者 是被人从废墟里救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又过去这么多年 今年呢 我又看到了 这个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那么在这儿呢 我很想啊 提过去和现在 这些遇难的同胞们 向您老请教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 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个是 在佛法讲 共业所感 这个共业 是不善的共业 是很可怕 但是 不能避免 为什么不能避免 我们传统的 那种好的 伦理道德 都疏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